奉哲耶穌聖明 我們來查考一下 關於神 托戶的道理 這一方面的道理 事實上大家都有一點 概略的認識 那我們從聖經裡面 重新把它 關於這一方面的道理 一一的我們來看聖經裡面 關於托戶的道理 那托戶是什麼意思 托戶就是交托 比如說神交托我們什麼事 還有人 交托我們什麼事 那既然 神 或者人交托我們的事 那我們是不是要用盡心盡力 去完成人家托戶的事 就好像尤差 他接受了人的托戶的信件 他必須 按時盡力的把這個信件 投遞到 他對方的住址 不管是哪個國家 哪個地方 哪個號碼 他必須正確的 把信件投遞到 那個 家裡面 那個人的身上 給他收到了 那麼 尤差是接受了人的托戶 同樣的我們今天 是神的子民 神也給我們有托戶 那一樣的也是交托我們 一些 該做的事 那我們要怎麼樣 來了解 他托戶的是什麼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完成 神托戶我們的事 這是一生一世的事 不是一種理論 而是一個很實際 在生活上 我們就必須去了解的 那麼我們先來看一段聖經 我們看 貼撒羅尼加前書 貼撒羅尼加前書的第2章 第2章第4節 第2章第4節 第4節說 但神既然厭重了我們 把福音托戶我們 我們就照樣講 不是要討人的喜歡 乃是要討那 查驗我們心的神 喜歡 那麼從這一點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神厭重了我們 這個厭重是什麼意思 厭重就是選定 我們 就好像神選定 約伯做忍耐的榜樣 那麼神選定約伯做忍耐的榜樣 所以他要接受 信仰 疾病各方面的考驗 然後成功了以後他才成為真正 忍耐的榜樣 我們來看約伯記 那很多人認為說神怎麼找他 為什麼不找我 問題是 你是神厭重的嗎 如果你不是神厭重的 你能夠承受了嗎 就像主耶穌 是道成肉身 來到人間 他必須 成為 人子的身份 被釘十字架 那這個是按著預言來完成的 不是他自己要這樣做的 所以在中間很大的差別 我們人常常不了解神的旨意 就以為說神怎麼給他這樣 不給我這樣 問題是神厭重了你 還是 你 配不配得神的厭重 我們來看約伯記的 23章 23章的13節 只是他心智已定 誰能使他轉運呢 他心裡所厭的 就行出來 14節 他向我所定的 就必做成 這類的事 他還有許多 15節 所以我在他面前金黃 我思念這事 便懼怕他 所以約伯他 明白到 神 在他的身上的心意已定 那他就順服神 經過火鍊金金 但是這不是靠著自己 能夠勝過這些 操練 而是靠著神 既然厭重我相信神 必然 加添我的信心 力量 能力 或者的話 我憑什麼 有多大的能力 去完成這些事呢 就好像摩西也是這樣 神選擇摩西 帶領百姓出埃及 他也是說 我沒有能力 我沒有這個恩事 但是神 就給他信心 給他力量 說你不必怕 厭重了你 也好像耶穌亞神 選定他 進入迦南地 成為接 摩西的事情 那也是 靠著神的能力 剛強壯膽 去完成神所托護的事情 所以從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去體會到 那我們再來看 提摩太后書 提摩太后書的第一章 提摩太后書第一章 提摩太后書第一章 第一章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第一章的第十一節說 我為這福音 奉派做傳道 做使徒的做師父 為這個緣故 我也受這些苦難 然而我不以為此 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 所交托他的 他所交托我的 直到那日 好 這裡講到 保羅他知道神 托護他做傳道人 做使徒做師父就是老師 來教導當時的弟兄姊妹 明白神的道理 那麼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誰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 所教護他的 就他所教護我的 所以今天神 教護一個人做聖功 只要你忠心的 接受以後 你按著 神給你的能力 你就去做 你就不必怕 因為神一定會 幫助我們 所以 只要我們願意這樣做 那 神所托護給我們 我們應當怎麼樣做 然後我們來看 提摩太后書的第2章 第2章 我們看第1節跟第2節 說我兒啊 你要在基督 耶穌的恩典上 剛強起來 第2節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 聽見我所教訓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 能教導別人的 這裏講到 保博跟提摩太 談到 今天神 神托護我們做傳道人 做 師父 做使徒 那你要剛強壯膽 那麼 為什麼要托護我們呢 因為 我們是有忠心的 還能夠教導別人 就是說 在神托護的事情 沒有打折扣 忠心的去實施 還能夠教導別人 明白所托護的 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有兩個意思 一個忠心 一個還能夠教導別人 來完成 神托護的使命 這個是 不可分的 很多人有忠心 他不會教導別人 當然也不會教導自己 光有忠心 甚至不知道 托護的到底是什麼 甚至還莫名其妙 那麼這樣的話 你怎麼去完成 神所 教託我們的事 就好像 當兵的 基督的精兵 那精兵一定要是攻打敵人嘛 要戰勝敵人 怎麼打 怎麼戰勝 怎麼使用武器 這些都是 必須去學習的 而不是說我只要有忠心 只有往前衝 一點謀略都沒有 一點智慧都沒有 那你不是變成送死的人嗎 那麼這種忠心有什麼用 因為他不會教導別人 也不會教導自己 這個差別就很大 所以說我們不是說我們今天傳福音 我去傳就對了 那你沒有看你的對象是誰 他是怎樣的人 你要用怎樣的智慧 要順從聖靈怎麼樣的帶領 而不是蒙著頭去幹 那麼就當炮灰 一點意義都沒有 來我們再看 這個以乎所書的第三章 那神交托保羅的什麼事情呢 那我們今天又得到了 神給我們托付的是什麼事情 來我們來看 以乎所書的第三章 第三章 第二節 到第三節 他說 量必你們曾聽見 神示恩給我 將關切你們的知分 托付我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 保羅知道基督的奧秘 那神 示恩典給保羅 他說關切你們的知分 那麼這個知分就是使徒的知分 做外國人往外國傳福音的使徒的知分 建設教會的知分 那麼這個知分就是福音的執事 那麼 這種知分托付 當然要給他明白 所以以乎所書三章的第七節說 我做了這福音的執事 是照神的恩事 這恩事是照祂運行的大能 是給我的 聖靈運行在保羅身上 那麼 這個是神的恩事 不是求來的 是神 示的 那福音的執事 做什麼 這就是知分 這就是知分 所以我們這個職分幹什麼 要告訴門家 明白 明白神的奧秘 是如何安排的 所以藉著教會 那為什麼要有教會呢 那教會就是弟兄姊妹聚合在一起 神跟你同在 這就是教會 所以我們一個家庭也是一個教會 每一個家庭都有神托付的使命 在我們的身上 那我們是不是有去瞭解這個呢 那我們來看《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的十四章 這也告訴我們 來我們來看《使徒行傳》的十四章 《使徒行傳》的十四章 我們看十四章 《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 兩人在各教會中 選利掌老 又進食禱告 就把他們交托所信的主 那這裡講到 這個 保羅 拆派 拆派這些工人 到一直到安提兒去 那么他们传福音 出去传福音 那么保罗他们出去传福音 到各教会中选立长老 所以长老是选出来的 是由神的使徒去选长老出来 然后按例 禁食祷告 然后按例 然后交托给他们 交托所信的族 交托给族 那就是托付给族 事实上是神托付 各地的城市里面的这些长老 福音的托付 那么这个是当时保罗 跟巴拿巴他们所做的工作 所以这个也不是随便乱选的 这个差别很大 所以我们不能说 我喜欢谁就选谁 而是要禁食祷告 然后托付 就是说你看这个事 是不是出于神的 所以不能有私心 这中间差别 在很大的差别 为什么托付一些工人 需要为他禁食 他也必须去完成 神的使命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十三章 使徒行传十三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 到第三节说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 和称呼尼杰的西面 鼓励耐人路求 与昏风的王西律 同样的马念 并托罗他们侍奉族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托罗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 于是禁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花他们去了 他们既被圣灵猜浅 就下到西流基 从那里坐船往居比利物去 到了撒拉米 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 所以这里讲到 保罗他们跟巴拿巴被分派出去了 但是在这个之前 教会为这个事情祷告 禁食祷告 后来圣灵说话 你看这里有好几位 神的工人 但是神只出声音拆派 巴拿巴跟保罗就是扫罗 所以这是神的拆派 但是候选人可以多一点 但是拆派的时候 是由神的带领来拆派 人数不一定要很多 所以这不是用人意去拆派的 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再过来讲到 因为你去拆派 你去做神招他的功 那做神的功 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 所以如果今天交托了 某某人当执事 当长老或者当教会的负责人 或者是当传道人 但是他没有责任感 那这种人你不要交托给他 就算他是各种奖席会毕业了 或者怎样 他没有那个责任感 那你去给他做干嘛 没有意义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第九章我们看十七节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识 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 既是这样我的赏识是什么呢 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 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这里讲到保罗他甘心的去做 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他 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 做一个很大的榜样 今天教会的各种圣工 交托给人 你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甘心做 如果只是为了某一些人的面子的问题 你去做圣工 那这不是神托付的 是人托付的 看别人的面子 这样没有意义 因为不是神托付的 当然责任感就差很多 就变成一种故宫的心态 来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第五节 这里告诉保罗说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 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第六节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经义 因为那字句叫人死 经义圣灵是叫人活 好 这里讲到 神给他承担新约的执事 就是新约圣经 新约的真理的执事 所以这就是他传福音当使徒 当传道人的一个责任 那么这个责任就好像摩西 给他神给他的责任是一样的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 看那个第九节说 若是定罪的知识有荣光 那称义的知识荣光就更大了 这里讲定罪的知识 就是指摩西 他传神的律法 诫命道德律 谁犯了这些就是有罪 所以律法叫人知罪 所以摩西成为就业的执事 他是一个定罪的知识 但是耶稣来了 他是称义的知识 因为他要赦人的罪 所以犯罪的人要悔改归向基督 批代基督 接受洗礼 那么这种称义的知识 就交在主耶稣的手上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 他就是一个称义的知识 所以教会也有很多行政的知识 但是这里讲的是属圣灵的知识 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圣工 那种事工 那个是不一样 所以你做教会很多的事工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工 如果你配得做 而且你愿意做甘心做 那么这个才是神所悦纳的 那么这种神的赐给他的荣光 的荣耀就越来越大 那我们来看到主耶稣 他要离世之前 他曾经就讲到 天父赐给他 托付给他的事情 他是怎么样来完成的 他是怎么样的来 把这件事情看得清楚 所以主耶稣的事情 那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这样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 十七章第四节 第四节 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那么这里讲 天父就是真神 那耶稣在道成的肉身 以仁子玛利亚所生的身份 的儿子来完成神的使命 所以这里讲说 你就是天父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那么成全在哪里呢 在就十字架上的成全 那么这个成全 就是在主耶稣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讲的最后一句话 耶稣福音的十九章 十九章我们看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说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我要使经上的话应验 就说我渴了 有一个器皿剩满了醋 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龙沾满了醋 绑在牛漆草上 送到他口 耶稣藏乐 那处就说成了 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主耶稣来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 是应验了旧约众先知所说的话 他要被钉十字架 然后他要从死里护活 他要被钉 就是生命 要被夺取 但是他还要从天上再来 那么这个灵魂交付神 交付就是托付 所以今天神 借着我们一生的生命里面 来完成神托付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什么事就是神托付我们做的事 不是我自己要做的事 这中间跟我们一般所谓的 我怎么计划 我怎么做 那是不一样的 来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 耶稣怎么说 在第九章的第四节说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猜我来者的功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讲到他要完成猜我来的功 就是天父交给他的工作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做了一件工作 就是一个瞎眼的 主耶稣吐唾沫 跟泥土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 然后叫他到西洛亚池那边去洗一洗 他就好了 所以那个瞎子就好了 那么这件事情 是不是自己耶稣要做的吗 是天父要叫他做的 所以他就按着天父给他做的事去做了 那么这个叫做做天父所做的功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很忽略的 以为自己的计划就是圣功 不是这样 所以神托付我们的责任 是神要给我们做 不是你自己要做的 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28节 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 耶稣回答说 信神所差来的 这就做神的功 那么很多人都误会 因为我只要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 那就是神的功了 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做的功是什么 是互交托他做的事 那么互交托他做的事 他就做 互没有交托他做的 他不敢做 所以不是只有信而已 是相信神叫我做的 那我去做 好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主耶稣怎么说 第五章的三十节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 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识 只求那猜我来的意识 主耶稣是做什么 做天父猜他所做的事 好 我们再看三十六节 说 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 因为互交给我 要我成就的事 就是我所做的事 这便见证我是互所差来的 差我来的互也为我做过见证 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 那这里讲到 耶稣讲说 互交给我 要我成就的事 就是我所做的事 就是神的功 那么这一点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 所以不是说今天 我们做设计了很多的计划 那就认为都是神托付的 反而有一些是自己 找出来做的事 还要审查看是不是出于神的 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看三十四节 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那么做成他的功是什么意思呢 三十六节说 收割的人得功价 积蓄五谷到永生 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这里讲到收割 就好像去割道子 割麦子 然后收成 是谁叫你收 神叫我们去收 那么就带领一些人来信主 归向基督 使他的罪得到赦免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收割 那么我们这里讲 遵行差我来者旨意 做成他的功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责任就是这样 不是用自己的旨意完成 所以彼得前书彼得也是这样来告诉我们 来看彼得前书 那么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彼得前书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来看十二节 五章的十二节 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 我略略的写了这信 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 转交你们 劝民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 你们勿要在这恩上站立的住 这里讲到彼得写了彼得前书 交给希拉 然后交给当时住在巴格达 现在巴格达 以前叫巴比伦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给他们得到造就 那这个信写信这个事它就是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手机 传达给需要的弟兄姐妹 木道朋友 把神的话传给他 这也是我们神给我们能做的工 我们就应当去做 把神的恩典传达给别人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就像我们今天借着视讯 把福音传到各个家庭里面 几个人一起来分享 神的道理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好我们来看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 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案公益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时 就得以在意上火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那么这里讲到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的下面 他所受的苦 那么这十字架的救恩的工作 你看看非常的辛苦 那么他这个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吗 不是 是神 找在以赛亚先知里面的预言 就已经讲了 那么耶稣来完成 就业里面的先知所讲的预言的话 这个是圣灵的带领 不是自己去计划出来的 这么小的细节 都写在圣经 今天哪一个人 一生能够有圣经来跟你 把所有大大小小事都写在里面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 然后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的 五十三章 那么这一段 就讲到耶稣的事情 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挤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脊路 耶稣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的身上 那么彼得讲的那一句话 就是从这里来的 就跟这一段 那么这里讲到 神托付他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五十三章 五十三章 五十三章这里讲到 第十节说 耶稣华却定义喜悦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稣华以他为赎罪祭 那么这里讲到 耶稣就像赎罪的羔羊一样 为我们牺牲了 所以这里是神托付给主耶稣的事情 就是这个 那我们再看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一节说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 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然后这里讲到 主耶稣没罪的人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罪 所以这里 这就是主耶稣救恩的工作 那么这是神托付 所以主耶稣 在升天之前祷告 就讲说 阿富啊你所托付我的 我成就了 但是我们知道 主耶稣的成就 也是神的成就 来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 五十五章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说 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花他去成就的事上 就是说 神命定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就是来成就赎罪救恩的事 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有神要给你成就的事情 我们要去领悟神到底要叫我做什么 我就顺着神给我带领的事情的时间 去做我该做的事 那么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所谓托付之道 那我们来看看 那这个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这里讲到一些托付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保罗他当时也受教会的托付 为了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 我们看第八章 第八章 第十九节 八章十九节 不但这样 他也被众教会挑选 和我们同行 把所托于我们这捐之送到了 可以荣耀祖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 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说的捐贏很多 就挑我们的不是 我们留心做光明的事 不但在主面前 就是在人的面前也是这样 再过来 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趣 这人的热心 我们在许多世上屡次试验过 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 这里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有饥荒 所以马秦顿教会的捐相 就托保罗他们几个 带到耶路撒冷去救济他们 但是他们又怕这些钱 是不是被人家侵吞了呢 所以要去拣选 就是说挑选忠心 忠心的人 所以我们托付钱财给人家 要忠心的托付给人家 如果这个人不忠心 试验出来会贪财 像卖主的犹大一样 就不能托付 所以我们很多事 要去了解 如果我们在这些圣工方面 要选择谁来当负责人 或者是传道人 或什么样的圣工 我们一定要稍微 也特别的祷告 在祷告中 来挑选一些合适中心的功能 除了中心以外 还要有智慧 还要有热心 还有聪明 或者的话 他遇到事情 他可能 临阵退却了 害怕了 就不敢去揍 所以这个是我们 特别要注意这一个小细节 不要以为说 没有关系 谁都一样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如果他不是可以担任这个工作的 你就不要给他担任 他不想担任 你也不要勉强他去做 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 了解的地方 那有的人他不适合做 勉强他做 到最后 事情不好 怎么办 很难去弥补 因为用人不当的损失 教会的民生 各方面也因为这样更不好 所以这个托付的事 就像神 为什么选这一个人做神的使徒 为什么选这个人做先知 那假先知是自己找出来的 用人际关系弄出来的 那真的先知是神直接拣选 好像耶利弥 以赛亚 以西结 但以理 都不是人托付的 是神直接托付的 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特别要去注意这些方面的差别 那我们再看这个 路加福音十六章 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六章 路加福音十六章 那这里讲到有一个不义的管家 我们来看十六章 此一节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他们呢 好 这里讲托付 所以你托付的时候 看这个人忠不忠心 那不忠心你拿给他 问题就出来了 他会假攻忌失 那你的损失就很大 所以我们要先看这个人忠不忠心 而不是先看他有没有才干 如果不忠心有才干 我们也不能用 当然有忠心又有才干 那么这个才是最好的 所以神都会有预备 我们要在这个画面下一点功夫 神都有预备 只是你有没有去花结出来了 好 再来我们来看 罗马书的第三章 罗马书的第三章 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看第二节 第二节 这里讲到犹太人 借着摩西 在西南山上 颁布了十戒 还有道德力等等就业的条规 那交给犹太人 这就是神的话 那么神的话 他们是不是全部都信呢 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 神的话他们会去念 但是他们很多都没有遵守 甚至到归后国家也灭亡了 那到巴比伦七十年后 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那这方面就遵守的时候 比较彻底一点 到主耶稣的时候又偏差了 圣殿里面 虽然有人来读旧约的圣经 读神的圣言 但是他们不去遵守 所以到公元七十年以后 国家又灭亡了 上到全世界 到二次大战以后 他们又回来 耶路撒冷 这边 来重建了以色列国 现在他们也是在读旧约圣经 也是在读 一样的 那就像我们弟兄姐妹 很多人都在读圣经 但是 他是不是真的 明白神的圣言托付我们 那我们有去遵守吗 所以圣言托付 跟遵守 这两个必须 配合起来用 免得这个 空有理论 空有道理 没有去做 就好像 我们中国人讲到四书五经 古人神借着 这些前辈 孔孟他们 把道理托付给中国人了 但是 但是 我们真的有去做吗 真的按里面的道理去做 还是只是形式上的 把孔孟的道理 放在嘴里面讲一讲 很多也都是只有这样 所以也是很可惜的地方 那今天我们读圣经 我们把神的话 是不是只是在口头上 已经托付给你了 你不愿意忠心的去执行 神的话的内容 那这样是没有作用的 来我们来看 加拉太书的第二章 第二章 我们看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 第七节 第七节 环岛看见 主托我传福音 给那未受割离的人 正如托彼得 传福音给那受割离的人 那感动彼得 叫他为受割离人做使徒的 也感动我 叫我为 为外邦人做使徒 那么这里讲到一件事 就是神托付彼得 传福音来给犹太人 但是神也托付了保罗 传福音给世界各国的人 使命不一样 但是都是托付 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托付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神直接 主耶稣跟彼得怎么说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十六章 十六章 十六章我们来看 十六章 十七节 到二十节 这个中文就三代 不是人还是很有信实 但是用是福音的 就算是福音羊 也没有自信 那么转称 那入口 等于羽黄会 是福音群的人 十八卡就算是福音群的人 一路人一届 一路人一届 一路人一楼 一路人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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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上也要捆绑 还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耶稣主父门徒 不可对人说祂是基督 这里讲 主耶稣托付彼得 来做建立教会的事情 这就是神的托付 所以讲天国的钥匙就是神的圣言 神的真理 圣灵的能力托付在彼得的身上 拣选彼得来做这个事 所以我们看看神对彼得的托付 跟对保罗的托付 只是目标不一样 工作性质不一样 但是托付的都是一样的真理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来看十八节 十八节 五章十八节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之分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过犯归在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只讲到基督的救恩 那这里讲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 人跟神和好 人跟自己和好 然后在基督里面 罪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叫做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 所以神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 我们要把这个和好的道理交给更多 要与神和好 与人和好的 然后他们都能够得到这种托付 所以这个托付是一直延伸出去的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第五节 第五节到第八节说 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 罗姨和你母亲有你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示的恩赐 再如何眺望起来 第七节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第八节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此 也不要以我为这主被求的人为此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神救了我们 以圣招招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好 这里赐给我们就是托付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无为的信 神的能力 福音 托付在我们的身上 那我们就不怕 因为神跟我们同在 所以前面这几节讲到 从责任 从神的话 从福音方面 前面我们了解神托付给我们的 前面这一段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愿神祝福大家明白神托付我们什么 那我们是不是都明白了托付 要忠心的去执行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 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 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先到这里完成 我们一起来唱诗